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北盘江大桥是在云贵高原的峡谷地带建起来的世界级工程 全长1300多米 桥面到谷底垂直高度565米 差不多相当于200层楼的高度 堪称世界第一高桥 BBC惊叹 在这座桥下可以放下一座美国帝国大厦 而且还有一百米的富裕 哇 这个就是这个桥的肌肉 对 咱们全桥的这种希拉索的钢丝如果连成一起 应该是比北京到纽约的距离还远 哇 这么成 对 真的吗 是 是 是 北盘江大桥于2016年12月29日正式通车 今年是其正式运营的第一年 大桥让云贵边境两个市线之间的车程 有五个小时压缩为一个小时 也打通了中国东西向高速大动漫 杭瑞高速的关键节点 峡谷地带那些与世隔绝的村村寨寨寨 也在发生一遍 农民刘家恩带着BBC主持人来到了自己家 从家中的厨房望去 就能看到雄伟的北盘江大桥 我们过去走山路 然后就这个地方走上开 然后我们经常会看对面一个地方开 那么就说 走得爬下开一个多小时 爬上开两三个小时 爬上开三四个小时 然后就整个七八十斤 一天背到五头 这个你想现在 这样子几步路 十多分钟 那就走得一二十分钟 除了桥的宏伟 不少海外媒体和网友 也惊叹造桥的中国速度 这座桥从开工到通车 前后用了四年时间 而美国网友说 纽约市全长3.2公里的地铁 第二大道线 可是辗转花了八十多年 而第二大道造价 约合人民币三百亿元 北盘江大桥 十点三亿元 国际桥梁与结构工程协会 前主席伊腾学曾经说过 世界桥梁建设 七十年代以前看欧美 九十年代看日本 二十一世纪 看中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